在孩子开始写字母或者数字之前 学会如何握铅笔是很重要的 从一岁到七岁 孩子的能力有四个阶段 一开始他们会用拳头握住铅笔 移动整个手臂做记号 这个只是涂鸦 无法写出可以操控的线条 接着他们用拇指和四个手指握着铅笔 然后用拇指和前面三个手指 最终他们学会只用拇指和前面两个手指 这样他们可以做出细微的移动 写出更能操控的线条 一个简单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发展这个技能 就是把他们的纳笔 铅笔 或者粉笔折断成小块 当他们无法用拳头握住小块时 他们就会开始用拇指和手指了 这个做法将培养孩子 操控线条的必要能力 去写字母和数字 字幕后是要继续阳的问题 就是一个正式的意思 是要拇指和前面三个手指 就是得一块手指 这一块手指